我们继续来做一些简单的小题目 来,刚刚讲过的词话 有人问你它是什么集 问它是什么集 近端生 一名集 远端生同名集 简单的这样做 那如果麻烦就是一个个写 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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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就写出来 来 远运下方是哪一集 远运下方是哪一集 23 23 答案 啊 N集 简单的说法就是近端生一名集远端生同名集 那认真写就是 迪迦哥写下来 迪迦哥写下来 江西一名集 然后呢 就叫谁下来 然后呢你就会知道 它应该叫做N集 N集 所以第1个就考瓷化 第2个问题说 把那个瓷铁拿去铁钉 刚刚讲过了考试考铁钉什么东西啊 软瓷铁 暂时瓷铁铁 所以把那个瓷棒拿走之后 它还会不会相吸或者是怎么样呢 它还会不会相吸呢 Number 7 7 会不会相吸呢 不会 讲过了 铁钉叫做软瓷铁 瓷化原因消失 瓷力就消失 容易瓷化瓷力也容易消失 所以呢 它就没有瓷性了 它走就没有瓷化原因就消失了 就磨 所以呢 它就没有瓷力了 所以它就不再吸引 它就消失了 这就是考的就是 有关于软 也是瓷化 就讲软瓷铁跟硬瓷铁 来 永久瓷铁可以用谁做 永久瓷铁可以谁做 我们前面讲过了 用谁做 永久瓷铁也要用什么材料 前面有跟你提示过 来 这位大哥叫做三二 起立 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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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瓷性物质才会被瓷化 但有两个根本就不是瓷性物质就不要选它了 头跟脐就根本不要选 所以呢 而我们的这个手铁就接近纯铁刚刚讲过了 它是所谓的软瓷铁 暂时瓷铁 所以呢 也不行 所以只要我们讲的钢 刚刚讲过的钢钉 钢是用来做成永久瓷铁 它钢钉是所谓的硬瓷铁的 所以答案就选C 可以哈 很好 最后一个是参考书测证件上常有的题目 就是我给你两个 它可能是铁棒 软铁棒 也可能是瓷棒 然后发现这两根只会相吸 你怎么放 它只有相吸 那请问你它是什么 是两根都是软铁棒 还是两根都是瓷棒 还是一根是软铁棒 一根是瓷棒 哪一个 哪一个 来 11 11号 C 他不会都是软铁棒 软铁棒根本就彼此不会作用 不会相吸也不会相似 也不可能都两个都是瓷棒 两个都是瓷棒 他就会同名级会相似 一名级会 相吸 他会有相吸跟相似的 他说我只有相吸 所以就不会是两个都是 瓷棒 所以一定是一个是瓷棒 一个是软铁棒 然后我的瓷棒会吸引软铁棒 他只会有吸 所以答案就是C 一个是瓷棒 一个是软铁棒 那 哪一个是瓷棒 哪一个是软铁棒 那我就这样子做 如果是A图 就是吸引嘛 对不对 如果是B图 就吸不住了 就会掉下来 吸不住了 如果我做出来结果是长这样 那请问你 谁是软铁棒 谁是瓷棒 如果我做出来的实验结果长这样 请问你谁是软铁棒 谁是瓷棒 你没有35号 33号 小尔斯大人 一根软铁棒 一根瓷棒 我A图是湘西没问题 B图就掉下来不湘西 那谁是软铁棒 谁是瓷棒 5 4 3 2 1 1 猪 你说C哦 猪 来 我们的瓷铁最强的是瓷级就是两端 中间叫中性区没有瓷力 所以甲这个一定有瓷级去吸 什么意思讲错 小A图就是一定有瓷级吸他 对不对 所以铁定会吸嘛 没有问题 不管谁是瓷棒 谁是软铁棒 都吸得住没问题 但是改成B图之后 假如我的甲是瓷棒 他是不是有瓷力 两个人有瓷力 他就会吸得住软铁棒 可是他吸不住啊 所以表示甲就不是瓷棒 那乙式瓷棒中间中性区没有什么瓷力啊 没有什么瓷力啊 所以 他就吸不住啊 所以我们就说甲是软铁棒 乙式瓷棒 答案就选C了 就是我们参考书测试件上常有问的问题 检验下谁是瓷棒谁软铁棒 很简单 可以吗 可以